小葷叔的朋友们你们好 最近你们的皮肤状态还好吗 老实说我是不怎么好 主要表现在呢 我这儿找了个痘痘 因为我最近睡眠不太行 不是因为熬夜 是因为我就是真的睡不着觉 睡眠一步行的话呢 各种皮肤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我肤色暗沉 毛孔粗大 反正就是皮肤不太行 所以我最近想 要好好做一下清洁的功课 我就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我就找到了一块宝藏面膜 就是这个 会吃的加拿大冰川泥面膜 这个面膜 这个是一个清洁面膜 相较于其他清洁面膜 可能有的会有一种撕拉感 会拉扯得脸部皮肤很痛 有的呢 就直接敷上去就有一种四痛感 但是这个面膜 它因为是加拿大冰川泥 泥质非常的细腻 它的指径只有0.001毫米 敷上去是冰冰凉凉的舒适感 同时它的清洁非常强 现在给大家试用一下 这个也是他们家的喷雾 我先用这个喷雾给脸上 喷一层打一个毒 喷喷 哇 好舒服 好凉快 多喷凉快 好 这有一个就是他们搭配了一个刷子 用这个来把面膜刷上去 这个面膜是那种抹茶的颜色 上面上有酷酷 就是我说的 这个延展性也挺好的 好细腻哦 好舒服哦 它现在是这种抹茶率 它干了之后 它会渐渐地变成那种淡的颜色 然后你敷着敷着 就会感觉脸越来越紧绷 厚服一点 特别是你皮肤问题 比较重大的地方 就要厚服一点 比如梯区啊 鼻头那儿啊 我呢 我是因为整张脸都好 所以我整张脸都被厚服 等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 OK 让我们静静地等待十分钟 好累 就这样 好 我现在洗完脸回来了 现在感觉呢 可能镜头里无法展现 做面膜前后的差别 现在我摸起来 脸就很滑滑嫩嫩的 但是就我使用了三次的体验来看 我觉得肤色暗沉是有了一个改善 然后脸也比以前干净了许多 肤色已经 亮 提亮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很方便清洗 它不像其他涂抹式面膜一样 就是 黏糊糊地在脸上 它就是 把水往脸上一扑 就 洗干净了 就洗掉了 很容易洗掉 比其他的那种涂抹式面膜 要好洗一些 我建议大家做清洁的就好 一周要做一次 然后做完清洁之后 继续要做好补水 这样你的皮肤才能水嫩嫩的 水嫩嫩的 就会这么多 我建议大家做完清洁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